全球媒体报道中国财经 我们为您整理总结 欢迎收看中国财经简报 我是兴风 路透社报道 中国电子商务巨头京东 在周四正式宣布 其首席执行官徐蕾将要卸任 由公司的首席财务官徐染 接任CEO一职 徐染将成为京东的第三位CEO 也是第一位担任该职位的女性 而在中国的科技行业中 她也是唯一的女性领导人 接替刘强东担任CEO满一年的徐蕾 在第一季度的财报会上表示 她已经辞职 以便花更多时间陪伴家人 当天晚上徐蕾在朋友圈回应退休 说谢谢大家 请祝福我也祝福所有人 并且配了It's my life这首歌 徐蕾在京东工作了十多年 退休后将担任京东顾问委员会首任主席 花旗称京东管理层的任命有点令人惊讶 并且表示这可能意味着 京东进行的重大重组过程已经基本完成 花旗预计 未来京东的增长和利润之间 更加严格的平衡可能会成为重点 在2018年加入京东之前 徐染是一名审计合伙人 在普华永到中国和美国工作了近20年 在一季度的财报会上 京东的一季度收入超出了华尔街的预期 得益于网络购物的强劲需求 京东今天美股应声上涨6.5% 分析师认为 京东可能在第二季度实现更好的增长 因为房地产市场可能会在未来得到改善 而京东的家电零售是其强项之一 徐蕾表示 京东将会继续增加其平台上的第三方供应数量 尤其是中小企业 京东的一季度收入增长1.4% 至人民币2430亿元 而分析师平均预估为人民币2394亿元 路透社报道 随着人口减少 中国婴儿用品公司转向海外销售 中国从去年开始人口历史性的下降 带来的痛苦已经降临 婴儿产品的国内销售额正在萎缩 企业在争先恐后的开发新的收入来源 比如说将产品多样化到成人产品 或者在东南亚和印度等年轻人多的地方增加销售 业内人士表示 由于出生率下降至历史最低水平 加剧了供过于求 并且导致价格下跌 纸尿片等产品在中国大陆的收入均出现下滑 数据显示 中国的婴儿食品和尿布市场规模全球最大 达到379亿美元 每年约占全球销售额的三分之一 但是中国六年来首次人口下降的连锁反应来得很快 预计今年的市场将会出现 自2012年有数据以来的首次收缩 预计到2025年 中国的婴儿食品和尿布市场将会缩减2% 分析人士表示 没有多元化产品的制造商将会面临利润率下降 收入不佳甚至股价暴跌 研究机构估计 中国儿童商品和服务市场 目前每年价值约5000亿美元 但是预计在误未来的五年内 将会萎缩多达15%至20% 总部位于福建的恒安集团 是一家生产纸尿库和纸巾的公司 其婴儿纸尿库去年销售下降 然而成人纸尿库的收入 却猛增了13% 这凸显了中国迅速老龄化的人口 正在如何使消费者支出发生变化 在香港上市的恒安集团表示 计划加大对成人护理产品的投资 并且扩大在东南亚的市场份额 受到中国人口老龄化影响最大的 就是国内的奶粉制造商 中国最大的婴儿配方奶粉生产商飞鹤 收入下滑6.4% 亚式利销售额下跌15.7% 澳优乳业的销售额则下跌9.1% 这三家奶粉公司的股价 目前处于历史高点的三分之一到五分之一之间 这些公司都表示 计划扩展老年产品 尤其是成人奶粉 路透社发表分析文章 题为 《中国存款堆积成复苏的绊脚石》 文章指出 中国政府拼命想要将其巨额储蓄投入经济 而年轻投资者则去银行偏远的分支机构 寻求最高存款利率 政府债券收益率已经降至去年1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这一趋势违背了人们一开始认为 疫情解除后 储蓄就将重新投入到股票和消费的预期 而且银行里的定期存款越来越多 野村首席中国经济学家陆婷表示 2022年中国新增家庭存款 计增8万亿元人民币 这一数字当时引发了一些看涨的市场观点 认为疫情后被压抑的需求将会大量释放 然而现在家庭存款却是进一步的增加 陆婷表示 中国复苏的真正障碍不是高融资成本 或是缺乏流动性 而是私营企业和家庭的信心下降 截止今年4月底 人民币的存款总额 接近创纪录的274万亿元人民币 令国内生产总值121万亿元显得相形见拙 个人存款也创下历史新高 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显示 今年1月到3月 大型银行的存款增加了8.9% 小型银行的存款增加了11.1% 高盛的分析师表示 这意味着家庭不太可能 去动这些锁定在定期存款中的钱 一些储户表示 宁愿为了安全而牺牲受益 认为今年股市的表现不会很好 因此宁愿保本存款 法国巴黎银行的高级投资策略师认为 拖累中国经济的两个最大问题 防疫和房地产已经基本得到解决 但是信心只会缓慢恢复 不会像打开开关那样简单 而与存款上涨相应的是 中国的新增贷款下滑 路透社报道 中国的银行贷款下滑增加央行压力 中国银行4月份新增贷款的降幅远超预期 进一步加剧了人们对复苏的担忧 并且给央行带来放松政策的压力 中国人民银行周四公布的数据显示 中国银行4月份新增人民币贷款7188亿元 不到3月份总数的五分之一 国泰均安的经济学家周浩表示 中国的信贷数据远低于预期 融资总量和新增贷款均仅为市场预期的一半 表明后疫情时代第一波复苏 或多或少已经消退了 周四公布的另外一份数据显示 中国4月份消费者价格涨幅为两年多来的最低 而工厂通货紧缩加剧 凸显出整体经济难以提速 为了刺激信贷增长 央行在3月份首次下调了银行存款准备金率 4月份中国家庭贷款减少了2400亿元 凯头宏观的分析师表示 家庭贷款主要是抵押贷款的疲软 表明房地产销售刚刚开始的复苏又逆转了 以上就是本期中国财经简报的全部内容 更多全球最新资讯可以关注六度简报网站 网址是6度brief.com 在上面大家可以订阅各类符合你喜好的简报新闻 供大家选择 今天节目就是这样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